大家好,我是承担医院一般内科蔡文家医师 你知道水痘和带状泡疹是同种病毒引起的疾病吗? 只要得过水痘,就有可能复发变成带状泡疹 在台湾,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有机会得到带状泡疹 即使痊愈,还是有少部分的人会留下后遗症 对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 今天就要带大家认识什么是带状泡疹,以及要怎么预防 水痘及带状泡疹都是由水痘带状泡疹病毒感染所引起 由飞沫或接触传染 在人体第一次遇到病毒时会形成遍布全身的小水泡 这时就称作水痘 当初次感染痊愈以后,病毒并不会完全消失 反而会躲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那等有一天免疫力下降,病又可能会复发 形成局部的水泡,这时就称作带状泡疹 那么病毒究竟躲在哪里呢? 原来在感染水痘以后,病毒会潜伏在神经节里面 即使皮疹痊愈,神经里面的病毒依然存在 假以时至免疫力变差 不但能够压制病毒时,便会以带状泡疹的形式复发 水痘常见于儿童身上,尤其是5到9岁的族群 皮疹会沿着头部驱赶到适色顺序逐渐延伸 那在疹子出现前两天到完全结痂前,都具有传染力 带状泡疹则往往发生在年纪较大的人身上 疹痣大多局限在特定部位的神经分布区域 与水痘相同的是,在诊治结痂前也都具有传染力 虽然我国从2004年开始,替年满岁幼儿全面接种水痘疫苗 因此水痘发生率便显著下降 但没有打过水痘疫苗的成年人,过去多半都感染过水痘 而这些人,未来都有可能会发生带状泡疹 带状泡疹的罹患率与年龄成正比 年纪越大,免疫力越低下,罹患率就会越高 根据统计,50岁以上成年人,大约有9成5都感染过水痘 而有一半的带状泡疹病患,年龄都在50岁以上 当超过60岁时,带状泡疹的发生率 甚至比20-30岁的族群还要增加10倍左右 在台湾,一般人中期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机会会得到带状泡疹 虽然大部分带状泡疹会痊愈,但可能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其中最令人困扰的就是泡疹后神经痛 如果在皮疹消失后,疼痛持续超过三个月 一般就会称作泡疹后神经痛 轻者会持续数周到数个月 严重的甚至会拖到数年以上 那受到影响的皮肤会变得很敏感,怕冷 轻轻碰到也可能会引发很剧烈的疼痛 那泡疹后神经痛发生率随着年龄而增加而上升 60岁以上的患者发生率超过4成 而70岁以上的患者甚至一半以上都可能会有泡疹后神经痛 除了年纪大,患有其他免疫不全疾病 急性期有侵犯到眼睛 或是疹子的范围和疼痛程度比较剧烈的人 得到泡疹中神经痛的机会也会增加 泡疹中神经痛的控制以口服药为主 除了针对神经痛的止痛药以外 也可以合并使用抗忧郁剂和抗癫痫药 那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 会用这两种药物并不是因为带到泡疹 会直接引发忧郁或是癫痫 而是因为这两类药物具有调控神经传导效果 因此可以减轻神经痛的程度 那如果口服药效果不佳 会合并外用药 例如麻醉止痛药或是含有辣椒素的贴片 而症状严重 药物难以控制的患者 也可以考虑寻求雷射治疗 照光治疗 神经阻断素 或是电脉痛治疗等方法 那么要如何减少炮止痛神经痛的发生呢 如果你已经得带状炮诊 那接你要尽快就诊 争取在急性期 投与抗病毒药以减少发生病发症的机会 如果你还没有得带状炮诊 俗话说预防剩余治疗 几种带状炮诊疫苗就是你预防带状炮诊 以及炮止痛神经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带状炮诊疫苗采用是跟水痘疫苗相同病毒株 病毒量为水痘疫苗的14倍 可以有效提升免疫强度 在接种疫苗后 能有效降低带状炮诊 和炮诊用神经痛的发生率达5到6成 也能够降低因为严重炮诊住院几率 疫苗保护率至少可以持续4到5年 目前建议终身只需接种一剂就好 根据台湾机关署的建议 只要年满50岁以上民众可以自费接种剂 但必须排除患有免疫不全疾病 例如说艾滋病或是活动性结合 离婚癌症正在接受化疗 或是接受其他免疫剂的治疗 孕妇或哺乳中的妇女也不适合接种 在接种后4周以内都建议要避免怀孕 除此之外 与其他活性减毒疫苗接种时间 也必须要间隔28天以上 我是程大院一般内科蔡文家医师 谢谢大家